大家好,歡迎來到莊子門徒 上一次我們把天地篇講完了,今天我們進入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地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福 這篇也是取開篇的前兩個字,天道當作篇名 自然的規律就天道循環不息,所以萬物能夠生成 帝王治理國家從不懈待,所以天下成名歸順 聖人修身時刻不停,所以海內百姓心悅成福 我們講到天道、地道、聖道,自然規律 然後帝王怎麼治理國家,聖人如何修身 接下來進一步闡述,天、聖、地是怎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與以帝王之得者 其以自為也,魅然無不盡則矣 能夠明白自然規律,六通小聖人之道 完全掌握地王天賦的人,就能隨時都處在平靜的狀態 六通四辟就是上下四方就是六通 四辟就是四時春夏秋冬 就是表示時間空間,就是不管在哪裡 不管什麼時候都能夠掌握這些帝王天賦的人 就是他同時天道、聖道、地道他能夠掌握的話 他隨時就能處在平靜的狀態 什麼叫平靜?為什麼要講到靜呢? 聖人之靜也,非冤靜也善,故靜也 萬物無足以勞心者,故靜也 講到靜啊,聖人他內心能夠平靜 並不是因為說平靜是好的,所以他刻意就追求平靜 不是這樣子 只是因為萬物都無法擾亂他的內心 所以他自然保持平靜 這是一種自然狀態 因為萬物沒辦法擾亂他,所以他平靜 並不是說平靜好,所以他刻意去追求,不是這樣 水靜則明著虛眉,平重準,大將取法焉 水面平靜的時候啊,靜止的時候 就可以清楚地倒映出人的鬍鬚跟眉毛 明著虛眉 然後靜止的時候,水的平面合乎水平測量的標準 平,水的平面重準,符合水平測量的標準 所以厲害的工匠會拿來當參考 這邊講到平啊,我們之前 德聰福,魯哀公問孔子 我剛才挨抬頭的有一段話,就是孔子回答 什麼是德不行的時候提到,什麼叫平 而平者,水平之甚也,其可以為乏也,內保之而外不當也 孔子說啊,水平就平,是水最平靜的狀態,叫平 這可以當作測量的標準 有沒有,因為我們講水平,水平嘛 測量的標準,水的平面啊 然後,外保內不當什麼? 外部保內部是靜止的,不會外霧所動 有沒有,我們講水平啊,平的時候 然後靜啊,靜啊,又可以當靜子,有沒有 水當基準 然後呢,水靜游民,而況精神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見也,萬物之靜也 有沒有,水面靜止的時候,就能夠顯現,顯得明亮了 何況是人的精神,水靜的時候,看起來道也很清澈 聖人的心是平靜的,聖人之心靜乎 可以作為天地的明見,萬物的明靜,有嗎? 之前,以後同樣在德聰福 也是孔子說的,是長期問孔子 關於王臺這個人 然後,孔子說了一段話也講到 就會說王臺是怎樣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為止,能止重止 他長期就覺得,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追隨王臺啊 然後,孔子就跟他解釋啊 因為,他王臺沒什麼 特別的地方,也沒特別的言論啊 為什麼大家追他?他說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為止,能止重止 說什麼?人,沒有辦法在流水中照見自己的聲音 流動的水,沒辦法照見 只有靜子的水面,就可以當靜子一樣 照應聲音 只有靜子才能留住所有乾燥植物啊 他意思是什麼?王臺就是止水啊 因為他不隨外物所動,所以他是止水 所以每個人去就可以關照到自己啊 對吧? 就是現在有成語叫心如止水 當然當然現在 心如止水的用法有時候有些改變 就講到靜嘛 就是剛才從一開始的 天道、地道、聖道 然後找到聖人之靜也 為什麼要靜? 然後靜能達到什麼目的? 會有什麼狀態?對不對? 水靜游民啊,何況精神啊 為什麼要靜? 福、虛靜、田淡、吉末、無為者 天地是平,而道德是智 故帝王、聖人、修焉 有沒有? 虛靜啊、田淡、吉末、無為 這些都是自然運行的準則 也是道與德的極致表現 道是荒物來源歸屬啊 德呢,荒物從道所獲得的啊 極致表現 所以,帝王跟聖人都會保持在這種狀態 就是保持在虛靜、田淡、吉末、無為的狀態 進一步闡述一下 修則虛、虛則實、實則輪矣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認識者、則矣 無為則餘餘、餘餘者、憂患不能處、年獸長矣 這段就是從,靜一直推到無為啊 靜止,才能夠虛空 你因為你虛空你才有辦法充實啊 有沒有,心災啊 你虛才有辦法萬物才放得進去啊 充實才能夠完備 虛空才能平靜 平靜才有辦法活動 活動才能自得 虛靜才能達到無所作為 無所作為的人 無為啊,就無心而為 不要刻意、堅、執著一定要做什麼 沒有,必須要 才可以讓做事的人負起自己的責任 無所作為或無心而為的人 才能自在於悅 自在於悅的人 不會受憂患所困 連受自然長久 因為他不會執著嘛 就比較 會要 順其自然 然後接下來又重複 服務虛盡、甜淡、寂寞、無為者 剛開始是天、地之平、道、德之治 萬物之本也 明子以南向、窯之為君也 明子以北面、順之為臣也 以此楚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楚下、玄聖術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鮮游江海、山林之四伏 以此敬為而俯士、則公大明顯而天下一也 虛盡、甜淡、寂寞無為 是萬物生存的根本 生存的根本 明白這個道理 南面為君 那就是像窯那樣的國君 君主 明白這樣的道理 北面為臣 就是像順那樣的臣子 以這個道理來處於上位 那是帝王、天子的品性 以這個道理來處於下位 是玄聖術王的途徑 以這個道理來退居 賢游於江海之上 那山林中的隱士也都會佩服 以這個道理來處於是為官 輔佐君王 那一定會功名顯揚一統天下 有沒有 虛盡、甜淡、寂寞無為 敬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 朴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真美 服務明白於天地之得者 此之位大本大宗 與天何者也 所以君條天下與人何者也 敬聖的時候 可以成為聖人 就是自己修身嘛 活動的時候成為帝王 統治天下 無所作為、無行為 會受到推崇 保持原始、單純 而天下沒有人可以跟他媲美 能夠明白天地的真實狀態 就能夠掌握萬物的根本源頭 大本大宗 就是萬物的根本源頭 就是什麼 就是道啊 道是萬物的來源就歸屬啊 大本大宗 能夠與自然和諧相處 與天何者 用來協調天下 就能夠和人們和睦相處 與人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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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之人悅 以天和諧 位之天悅 說 要和人們和睦相處 是人事的規律 這是旋律嗎 要和自然和諧相處 是自然的規律 有沒有 自然規律是什麼 春夏秋冬啊 日夜啊 生死啊 都是循環啊 這是善規律 這邊講到 人月天月 跟我們之前 齊誤倫講的 人奈地奈天奈 不太一樣 好 今天就是講到這裡 把這段念一遍 天道運而無所積 故萬物存 地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 故海內浮 明於天通於聖 四通六闢 於帝王之得者 其自為也 媚然無不敬則而已 聖人之敬也 非冤敬也善 故敬也 萬物無足以惱心者 故敬也 水盡則 明著虛媚 貧眾准 大象取法焉 水盡則明 由明 而況清神 聖人之心 敬呼 天地之間也 萬物之盡矣 福 虛盡 田蕩 寂莫無為者 天地之貧 而道德之志 故 帝王聖人 修焉 修則虛 ait 虛則錦 靜則動 動責得飞 靜則無為 無為也 則認識者 則以 無為則予亦 兀愈者憂患不能處 冥授藥 浮 虛錦 田蕩 幾莫 無為者 萬物是本也 明此以南向瑶之为君也 明此以北面顺之为臣也 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处下玄圣树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咸游江海 山林之四府 以此敬而敬为而俯士 则公大明显而天下依也 敬而胜动而亡 无为也而尊 朴树而天下莫能与之真美 不明白于天地之德者 此之为大本大宗 与天合者也 所以君调天下与人合者也 与人合者为之人乐 与天合者为之天乐 自然的规律循环不停 所以万物能够生成 帝王治理国家从不懈怠 所以天下成名归顺 圣人修身时刻不停 所以海内百姓心悦成福 明白自然的规律 所以厉害的工匠会拿来当作参考 随命禁止时都能显得明亮的 更何况是人的精神呢 圣人的心是平静的 可以作为天地的明鉴 万物的明静 虚静 甜淡 寂寞 无为 是自然运行的准则 也是道与德的极致表现 所以地王和圣人都会保持在这种状态 禁止才可虚空 虚空才可充实 充实才可完备 虚空才能平静 平静才能够活动 活动才可自得 虚静才可无心而为 无心而为 才能让做事人负起自己的责任 无心而为才能够自在愉悦 自在愉悦人不会受忧愁所困 年寿自然长久 虚静 甜淡 寂寞无为 因为是万物生存的根本 明白这个道理 南面为君 就是像瑶那样的国君主 明白这样的道理 北面为臣子 那就是像顺一样的臣子 以这个道理来处于上位 那是帝王天子的品性 以这个道理来处于下位 那是玄盛数王的途径 以这个道理来退居 嫌游于江海之上 那么 山林中的隐士也都佩服 以这个道理出世为官 辅佐君王 那一定功名显扬 一统天下 静子的时候成为圣人 活动的时候成为帝王 无心而为却受到尊崇 保持原始单纯 而天下无人可以跟他媲美 明白天地的真实状态 就是掌握了万物的根本源头 能够和自然和谐相处 用来协调天下 就能够和人们和睦相处 要和人们和睦相处 是人事的规律 要和自然和谐相处 是自然的规律